就是台南42歲的一個病人 他在台南做一次治管醫療 居然15顆 只是一顆共固 只是兩顆共固 還有五個胚胎凍在哪裡 還有兩個胚胎凍在哪裡 那他在開始補助的時候 他說因為他40歲有三次的補助 他是利用裡面的十八年打針取卵 我們幫他冷凍了兩個胚胎 所以伯仁甫有兩個胚胎 他從台南移過來有兩個胚胎 他就從台南移過來 因為那家醫院他植入兩次的共固 他對他信心大失 後來他為了要植入 在伯仁甫後植入胚胎 可是他子宮頸之前有過 子宮頸07來做過眼罪血病 所以發覺說 他一次只能植一個胚胎 不能兩個胚胎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兩個胚胎 送胞胎 送胞胎很容易會早產的 所以這個病 這個顏消息他就去問 台南非常有名的林水夫人 林水夫人 布里亞蘇是媽座 這個林水夫人常常改變他的主意 一下子叫他組一號佩胎 一下子跟他組二號佩胎 然後組的時間也改來改去 那你說蔡醫師你組的佩胎 就組的佩胎 幹嘛問林水夫人 我個性會 如果病人他有宗教信仰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或者是信媽座 或是白沙屯媽座 或大甲真南宮媽座 或者是朝天宮的悲鎬 或者鋪子佩天宮的媽座 只要神明告訴他 甚至還有鹿港天道宮的 祖神娘娘告訴他 要在早上11點45分45秒租進去 那我都會照辦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對病人來講 心理作用很大 那他如果我照他的醫師做 那在那個時間點放進去 病人會有安定作用 他覺得蔡醫師有照神明的 一時間把我自治佩胎 他會得到神明的保佑 那當然這個當然是 從科學角度來看不是那麼OK 但是我的個性會遵從病人 給我的一個特別的時間 這個時間可能來自於他的 孫明老師 可能來自於他的長輩 可能來自於他的公公婆婆 皇帝都可能 那只要他告訴我時間 我都會全力配合 那更別講ERA了 那這次只是二號胚胎 生了一個男寶寶 恭喜從臺南一胚胎 他還有臺南一過來一個胚胎 還有伯恩負責合等 都有兩個胚胎